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预教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稀奇你们 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照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那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 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 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 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 更加热心 然而 那把我从母妇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鲁萨冷 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麻士阁 过了三年 才上耶鲁萨冷去建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 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 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 归荣耀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